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影响 到朋友无所谓 到朋友无所谓是吧 好的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如说 当然我不确定 就是说你可能也没有孩子 不会不想要孩子或者怎么样 假如说你的孩子 他有一天告诉你说他是同性恋 然后你觉得你会接受他吗 或者说你会允许他 就是坚持他自己这种 他想要的这种生活 你是无所谓 你是无所谓 我妈也无所谓 你妈也无所谓 对 因为我一直不谈恋爱 所以我妈一直以为我是同性恋爱 这样呢 对 对 就你还是想 你的心态 就是对这个上面 心态还是比较包容的 对吧 对啊 我感觉 反正我从小就一直在看 毕业奥本啊 就是这种类型的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无所谓 对 包括你的孩子如果是你也 你也无所谓 对他来讲 应该不会有什么关系吧 而且可能到之后 社会应该对这个 更加包容一点吧 所以说可能随着 时代再往后发展的话 应该 没有什么人会太关注这个事情吧 就很真诚 我觉得是很内容 好的好的 因为现在如果年轻人可能慢慢的 慢慢就是接受度也比较高一些 嗯 嗯 然后你们觉得就是说从 整体上看的话 你觉得中国社会算是对同志友好吗 嗯 我觉得其实有不有好 在看自己 就是说你自己的能量值很高的话 你释放出来给大家 就是那种 哦 我就是同志 我很骄傲 嗯 那那种的话大家 其实你接不到的人 接不到是 会觉得大家对你 都是有的 但如果你自己就觉得 我要深贵 或者是爱我不自信 我觉得同性恋 或者是就是一种并怕的表现之类 那你接不到的人 都会觉得就是有的 在我看来 我觉得同性恋 是比异性恋要高级的 那按照 那你不要这样说 那你按照 这没关系啊 你可以表达你观点就好了 你按照我这样的理解的话 我反而可能会歧视异性恋之类的 但其实不会啊 所以他没有什么 我一定会歧视谁 一定不会歧视谁 我觉得像很多中国人说 哎 外国人对我歧视 然后做这种动作什么 但我每次都想 那你给他做回去不就行了 这是一个道理 所以他没有什么歧视不行 我觉得中国反正上海是很好的 我活到二十五年 我没有意见过歧视 那是什么 我是说我活到二十五岁 然后我之前约在伦敦 然后后来去年年底 反正我没有遇见过任何歧视 在国内是吧 在国内是吧 那没有啊 然后都很正好 我今天也在郑州国 都没有 就是说我是gay啊 我身边所有人的 包括父母都知道 你跟你的朋友 跟父母也说过吗 都说过 你就像你跟父母也说过了是吧 他们当时有没有什么反应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啊 爱情就是自己的事情 我把我妈自己的观念也这样 就觉得就是中国这种社会现状 就中国人是一种 我是这样 所以你也要这样 对对对 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很奇怪 就是你明明意识到这一点了 你还要再这样 那就是你的问题 你还要再去怪别人歧视 那你也没办 你说他歧视gay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但是当一个 比他社会地位高的人 站在这儿的时候 他不会去歧视 他其实不排斥 那他为什么会去排斥 就是因为他和他的生活先照 他可能过得并没有那么的如意 或者是他需要一种方式来宣泄 来去或许 在家庭当中 朋友之间 或者是身边人 他没有办法获取的那种自信感 那种存在感 那种价值感和认同感 以及成就感 所以他需要去歧视点什么 来从而达到自我的那种 对满足欲望 然后以及我也是有社会价值 我也是有地位的 对 对 这个点我也很认同 而且你知道 其实我当时在意大利的时候 然后武艺间看到一本书 首先要翻 然后他写一句话写得特别好 然后翻译过来就说 同性恋是作为第六元素 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是为了去平衡男权主义和女权主 哦 这句话写得好好好 这句话真是没听到过 对 因为这句话很好 因为其实中国还是很安全 对我觉得从面对中国来说 反而是一个会去平衡 更加能够平衡的一个角色 你的想法挺好的 我知道我想感觉 哈哈哈 我这个特别自信 我身边的人可能不会 我觉得我没有接触到这种人 是因为我的能量只是说 所以他们在我面前的话不太敢 也可能他们及时 但是他们不会说 对 对 你没有维度去说 你是 你看这个社会接近 包括你的 首先是钱嘛 简洁就是你的生活的质量 然后再简洁就是你的幸福成果 你的穿衣打扮 你的时尚审美 你各个方面 他没有理由去 你凭什么 你算是老七 我不歧视你都够好 你歧视所以他不会 大哥就想问你一下 就是比如说 嗯 你在街上大街上走啊 你看到两个男的很亲密啊 就两个男的手拉手啊这样 可能是同性恋 你会有什么想法吗 对他们 我还是非常好的朋友吧 很要好的朋友 你觉得可能是很要好的朋友是吧 我感觉 没有多余的想法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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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就是不正常这样的 你觉得就是不正常这样的 那一般我感觉的还是 去和同事和朋友的小伙伴 和朋友的小伙伴 和别的一样的关系 就是 您知不知道就是说 有很多 现在社会上就是有很多人 他包括 以前也是啊 就是很多其实是他们是 男的会喜欢男的 不喜欢女的这样子 您知道会有这样的人吗 也许会有吧 也许会有是吧 同学联织 刚才你给你见了 同学联织 哦 因为这样 就接触的不多是吧 可能是吧 嗯 就多见 但是 除了个 这个新闻上也有时候也会看到 哦 新闻上也会看到 嗯 不常见到 不常见到 你觉得可能不太多是吧 不太多 哦 您身边的朋友啊 或者说就是认识的人里面 有没有就是说是有同性恋的这样的人 有没有 嗯 有的 女的有的 女的有的 哈哈 就是你朋友吗 算是同事吧 同事是吧 嗯 但是外国人 会多一些 外国人会多一些 哦 就您同事他是 他是同性恋的话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吧 这样的 很正常 很正常 好的 我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嗯 打比方 我这打比方啊 不一定是真的啊 就比如说您的孩子 比如他是一个男孩 男是男孩子好了 然后他有一天告诉你说 爸爸就是说 呃我不喜欢女生 我喜欢男生 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这肯定不会接受 接受不了 我们的传统行不接 哦 哦 就是 我们的教育 是不够确定的 哦 就万一就是 比如说他 他就是他跟你说 嗯 我我就是喜欢男的 他觉得他 改变不了 你觉得你会怎么办 不是 要是我的孩子 嗯 如果是你的孩子 要跟正常讲说 我的孩子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那个 家庭这个 这个思想教育 传统的方面 不可能 你觉得不可能 出现这个情况 对 比如说 但是我心里活动 我都都掌握了 哦 但是其实您知道 就是说这种东西 它不是后天形成的 它有可能是天生的 这种东西有可能是天生 它改变不了的 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 他们都是我高中教育的 就是就是上回现在 我们这家庭 就上上学之后 都是我一定要高中教育的 哦 因为他们的思想变化 我们都是一定有掌握的 这个情况 你觉得是不可能的 哦 哦 嗯 现在已经多 现在都看他们都是 受我高等教育 不是一般的高等教育 哦 你觉得受我高等教育的人 不应该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吧 这个情况也有 也不是绝对的 哦 相对 但是在我的面团 都是不可能的 哦 哦 就假如说 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 他某一天告诉你 比如说他说 嗯 他是那个同性恋 他这种兴趣向会影响 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吗 你觉得 不会 不会是吧 不知道 我跟他肯定是认识的 嗯 就平常的那些交谈 就是那样的状态 然后他 他到那天才发现 他是个同性恋 然后 他不一定 他可能就以前可能 不好意思跟你讲 比如哪一天他突然跟你 那不证明关系到位了 哈哈 那也不会有什么 那就是 那他喜欢跟他 他就跟他 我和他就肯定了 还是可以维持以前 那种关系是吧 那他 他和我 很有关系还是挺好的 都能说这个了 嗯 假如说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小孩子 就假如比如说 你们以后有个小孩子 然后比如他可以 某一天告诉你 比如说他爸妈妈我是 比如他是同性恋 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 就是太想要了 哈哈 哈哈哈 我不会干涉 你可以接受他的这种性取向 对吧 嗯 可以啊 只要 我觉得 照不好可以生气 好 那我们开始啊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知道LGBT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你不跟我说的 你也不知道 对对对 不太清楚是吧 就是他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 这四个字母 分别代表的是 女童 然后男童 还有 就是双性恋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 跨性别 就是变性人这样的 或者差不多这个意思 然后 这 然后我们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说 就是说如果你在上海大街上 比如说看到两个男生手拉手 然后表现很亲密啊 或者两个女生就是在一起 就是表现的特别亲密 然后你脑海中第一个有什么想法 或者你的反应 脑海中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就能看到一性恋差不多 跟一看到一性恋差不多 跟一看到一性恋差不多 没什么特别的 没什么特别的 哦 就是说你身边有没有朋友 或者说家人 就是有没有跟你讲过说 比如说他们的兴趣像是 同性恋啊 或者说跟不是一性恋这样一样 没有碰到的 假如说有朋友跟你说她是 比如你有一个闺蜜跟你说她喜欢女生 然后你觉得会影响你们两之间的这种友情吗 也不会 她喜欢你 所以不代表她会喜欢我 哈哈哈 对 不代表 嗯 好的 就不会有那种偏见啊 什么的 所以妨害到我 所以她妨害到你 对 最后一个问题啊 假如说你 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小孩 或者说将来如果你有小孩 或者现在你有小孩子 就有一天你的小孩子 他是男生 比如说他告诉你他喜欢男生 你觉得你会 你能接受他吗 就是说接受他这种新取向吗 可能正经历去接受 今天还是 不是那么的 所以 可能以后的生活 担心他以后的生活 主要就是担心生活 如果生活的话 就继续担心的生活 就担心他在这个社会上 可能会受到歧视啊 或者什么 可能会受到歧视啊 嗯 拜拜 拜拜 因为我这边有 有是 有是 以前大学 大学有接触过 大学有接触过 对 因为我觉得 是美的那些 嗯 但是 如果觉得这样 我感觉 他现在应该也是 但是我感觉还挺开心的 他是男生吗 还是女生 女生是吧 挺幸福挺开心的 挺幸福挺开心的 嗯 对 就是每个人在选择 就是说 他想选择什么样的 特别的特别 各位 各位 你们可以看到 比较老年代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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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do 在同時,他們也會保持一個親愛的關係 有一個親愛的關係 有一個中國的詞語詞說 這個類型的關係 英婚 在這裏稱為結婚 但是,若年人們變得更多 open-minded 尤其在巨城市 I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be less and less head marriage in the future and there will be less and less prejudice towards homosexual in our society so in short although the future might be bright bu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alright guys that's it for today's video and I will see you in the next one bye for now bye for now